在全球货物贸易当中 超过80%是通过海运搬成的 得益于我国经济贸易的快速增长 今年8月 我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船动国 今天我要拜访的这位老先生 就是研究如何为海运保驾护航的人 我们的初次见面 就约在了一艘远洋船上 四季长 您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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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没想到我们在大船前相遇 这是我国第一艘远洋教学实习船 玉昆仑 实习船 那应该就是 我觉得应该是小船 够教学用就行了 我怎么觉得这个 这随时就能出海 这就是按远洋这个船机来建设的 斯玉卓 85岁 是大连海事大学原校长 法学院教授 他参与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海商法 被称为中国海商法泰斗 我和斯老登上的这艘玉昆仑 是大连海事大学投资建造的 专用远洋教学实习船 学校里面航海类专业的学生 都要在这艘船上 开启他们的航海实践第一课 斯老告诉我 远洋船也是它毕生事业起步的地方 很多的电影当中就在这站着 特别威风 这叫水手 舵公 这你看船长 船长专用的 因为船长的眼睛和这个乌眼镜 它都调好的 要有紧急情况 需要你马上做出指令的 但是你把这个给它动了 一动了以后 它到时候看不清楚了 那容易误视 所以船长的这个乌眼镜的话 一般人不能随便动 所以今天 其实我给您准备了一个礼物 是吗 单纯望眼镜 单纯望眼镜 再往前来 你看到一个船的船头 很清晰 是 我之所以送给斯老一件 具有船长标志的礼物 是因为他曾经以这个身份 远洋出海 在1964年 斯玉卓从大连海市大学的前身 大连海运学院航海专业毕业 然后留校任教 1973年 他接受学校的委派 跟随天津远洋公司金沙轮航行 他在返程途中要取代船长值班 因为他的职责是给船上的学员 进行航海知识和技能培训 您得教多少门课呢 怎么也有十几门 十来门吧 大概都有什么您还记得吗 航海 天文 仪器 配载 航海资料 查阅和阅读 像这些都是当时要上的 出去的时候上课 全都上课 回来的时候 这些学员都上驾驶台 就值班了 就顶替驾驶员来值班 就实地操作了 去的时候还是学生的 回来的时候就得当车 这个驾驶舱里的主舵的人了 是的 在采访中 斯拉告诉我 那个时候为了保证教学质量 他经常跟随长航次 让他最难忘的是 1977年的那场环球航行 他整整在海上航行了 八个月的时间 那现在还有个办公室 对呀 这现在空间感受 比我们那个时候豪华多了 是吗 您那时候什么样 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个 就是一个卧室 没有专门的一个办公室 这卧室可够小的 这一进去就是床 是啊 在这种小的房间里 就是当时您 对于您来说 您需要克服什么呢 文化生活比较单调 对吧 这个远离陆地 那么比较孤僻 比较孤单 这都是这样 所以就是床员是跟孤独围吧 孤独 寂寞 那个时候最多一条船 能带32毫米的小电影机 带几部片子 几个那个圆盘的片子 整个一个行字 车乌鲁钻似的 放完这个放那个放 那怎么来回转着放 那这一个电影 在整个行字上 能播放多少遍呀 那看你 你这个行字 挂靠的港多不多 怎么说 如果挂靠港多的话 那个港遇到有中国船 赶快和那条船换片子 就是我这几个片子 和他去换 交换过来 这不等于就是 翻一倍吗 对吧 如果你没这个机会的话 那好了 你这四五个月 五六个月 就这么几部片子 你就来回放吧 放十遍也是他 相比一些年轻的船员 那个时候的孙玉卓 对港口有更多的期待 因为他的孩子还很小 家里的大小事物 都靠妻子一个人 每次远航 他最放不下的 就是妻儿 在通讯还不发达的年代里 一封掐算的时间和地点 恰好能在航船停泊的港口 是收到的家书 是他最大的慰藉 有一天 就在他反复翻看家书的时候 航船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面对面的就撞到了 那个 就我们那次的话 正好是在台风边缘 和台风周旋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船的尾部 储存乙雀瓶和氧气瓶的 那个小仓库 我们叫斯多坚 他着火了 他那一小 氧气瓶和氧气瓶 着火 会爆炸吗 对呀 那如果说他那个安全法 要是失灵的话 那就一个氧气瓶就是一个炸弹了 二十几个氧气瓶和氧气瓶 那个火是能有多大 那个火你就几个屁龙瓦里瓷水 根本不管用的 最后全部烧光 那么这火才扑灭了 这种人要眼睁睁的 眼睁睁的 但实际上只能眼睁睁的 眼睁睁的看到烧完 实际是这样 那是不是也就说 那个时候人跟死亡 一个特别的气瓶 近了 是很近的 可能瞬间一爆炸就没了 所以最后烧光了之后 一打一瓶啤酒 抓到栏杆 一手拿啤酒 喝酒 所以我们现在提到 对海员 我们是真是要 非常敬重我们的海员 他们是在冒着 有些是不可预测的风险 在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 来复杜 其实你也是不是那一刻 也在想 作为老师 能为船员做点什么 是 着火的话 那么大家把这个水龙头 把船上储备的灭火器 全部都用光了 然后可能还有 其他的一些损耗 按照我们海商法来说 这个损失 可以由船舶和货物 各有关方去分摊 不能叫我船舶一个人 遭受这个损失 这个在海商法里 叫共同海损 有这样一个制度 海商法 是针对海商活动的 特殊风险而专门制定的法律制度 中世纪后 很多国家纷纷开始制定 各自的海商法 然而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我国海商法一直处于空白 中国什么时候 才能拥有自己的海商法 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 思域浊的心头 这还有一层 我们现在就上到船的最高 最高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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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就上围杆了 这甲板上太美了 对 他们都说甲板就是移动的土地 船呢它是一个浮动的领土 就是说你要上船的话 不是随随便便谁都能上来的 对吧 我们有的时候 在一些撤侨的节目里会看到 说只要踏上了 我们中国船制的甲板 就踏上了我们祖国的土地 对对对 您心里当时 是不是也是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研究的这个法律 能在很多的层面上 变成咱船员沾的那个地儿 对对 是 实际上 作为一个航运大国 新中国在成立初期 便开始着手海商法的起草工作 195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起草小组正式成立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起草工作被迫隔浅 直到70年代 发生了一些海事纠纷 才让人们真正地意识到 海商法究竟有多重要 什么样的一个案件 会让当时的您觉得 这个海商法的制定 一定要有 而且迫在眉睫 曾经发生过那一件事 因为发生海事纠纷了 那么我们受损这一方 要求扣这条船 结果谁都做不了主 因为我们没有法律依据 就是根据什么 你可以扣或者不可以扣 别国的船只是吗 别国的船只 所以就一击一击往上请示 最后请示到周总理那里 就为了扣一条船 花这么大的一个代价 如果没有法律 造成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仅仅是没有办法扣船吗 那就不是了 造成最大的损失 首先经济上的话 经济上合法权益 不能得到即时的保护 不能得到合理的保护 第二个 政治上也是一个损失 就你这么一个洋洋大库 解决一个海事纠纷 没有法律依据 说你这不是一个 法治的国家呀 是不是 是的 虽然当时在周总理的批示之下 我国扣了船 妥善解决了问题 但是到底该如何建立 我们自己的海事法治体系 仍然是一个艰难的命题 1980年 斯玉卓前往挪威航运科学院深造 他对海商法的研究 更加深入了 填补了自己管理方面的空白 在一年之后 学成回国的他 加入到了中国海商法起草小组 当时国务院还专门成立了 海商法审查小组 对于起草的每一部工作 都进行严格审查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陌生的领域 大家想统一思想 并非一失 在制定过程里面 您是专业人士 那可能政策研究的人 他不仅仅只研究 海商法 那这些人 他怎么能够知道哪条法律是 怎么制定的对呢 那么就请国务院的 负责这部海商法的两位同志 跟着船走了一次 到了日本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中国的船员 在日本人的眼里 他们是很歧视的 很感激 因为咱们中国人的工资待遇非常低 所以根本 根本买不了什么东西 所以到日本 就是买点二手货 我们到了日本的一个商店 进去以后 人家就跟我们 很礼貌地就跟我们哄出来了 什么都不说 就直接赶走 什么都不说 就是不欢迎你们来 所以这个两人的感触是非常深的 您在说的时候 我就能够在眼前浮现出来 所以两人的话 这种屈辱 亲自体会一下 增加一点感性的东西 回过头来再去理解 海商法的一些条款 它就印象深刻的多了 真是这个办法真好 什么叫设身处地的 来着想 这就是设身处地 有了共识 大家都深感责任重大 都盼望着中国人 自己的海商法 能够早一点问世 但是海商法是一个 专业性 技术性 涉外性 都非常强的学科领域 为了能够制定出科学严谨 公平公正的法律 孙玉卓和同事们资诸必较 常常为了一个字 而争得不可开交 都不能按据来算 不能按按字来算 比如说现在的海商法 第78条 关于留置货物 就因为我这个运费 没有向承认人支付 承认人就对你的货物 要就给留置 就是说给扣下来 扣下来 然后让你赶快付运费 这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我们讨论的时候 就有一个产生一个分歧 就留置的这个货 是不是必须是欠你运费 那个人的货 还是不管谁的货 只要我没收到运费 我就可以扣 对啊 这个怎么区分呢 这个可不知道 就一个字 留置七货物 加一个七字 这个七字就是说 谁欠你运费 你留置谁的货物 从理论考虑问题就是说 你加七字的话符合法理 但是从食物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就不应该加七字 因为海上运输 它经过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 也可能一个月 甚至一个月更长 在这期间 它可能后就转手了 一转手 对承认人是非常不利的 就是一个字的差别 真是没想到 这个每一条里面 如果都去抠这些字眼 咱们得面对多少这种困难 所以 有多少字眼要抠 虽然作为主持人 我在工作当中也需要自真剧着 但是我依然很难想象 一字一句推敲 严密谨慎地抠出 这278条 是一个多么大的工作量 而在起草海商法的过程中 经常还会推倒重来 法条经历了 从最初的213条 压缩成144条 然后又扩展为 最终的278条的过程 制定这条法律是要干什么 您心里是不是特别明确 对 不管任何一个条款 它都有一个立法的价值取向的问题 就你制定这个条款 究竟是想干什么 究竟想保护谁 这个要非常明确的 是的 对吧 不能含糊的 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调整 让您觉得 当时坚持了您的原则 所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在陆地上说 说这个农民工讨贷 讨那个工资很难 拖欠工资 拖欠工资 船员比农民工讨贷 那可容易得多了 为什么 船员的话 如果你老板不付我工资 拖欠我的工资 法律海上法做出规定 你可以扣船 如果说扣了你还不过钱 法律还有规定 你可以向法院申请 拍卖这条船 拍卖的价款 然后进行分配 你工资是排在第一位的 这条法律制定的太好了 斯老告诉我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始终把以人为本 作为制定法律的出发点 十年的时间 他们终于在这段航行上 有了成果 1992年11月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通过审议 在1993年7月1号 正式实行了 中国人有了自己的海商法 而让思雨卓没有想到的是 这部法律刚一出台 就在解决一件 长达77年的案件当中 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个叫做中卫传案的诉讼 是当时中国司法史上 时间跨度最长 标的最高的民间索赔案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历程 陈氏家族开的这么一个 中卫公司 这个公司是在 36年那个时候 有两条船租给了日本 结果37年 日本侵华战争不就爆发了吗 两条船都沉了 陈氏家族对这两条船 都买了保险 那么保险公司 就把这两条船的赔偿金 那么都支付了 这个赔偿金 那一直是在 日本政府的大藏上 那么陈氏家族 就为了这两条船 就一直向日本讨回 这样两条船 那这么一个损失 这是他的家族的产业 对啊 其实更是我们的尊严 他家族一共就四条船 从他爷爷那一带 到父亲这一辈 最后一败诉告证 那么到了孙子这辈 找到中国律师协会 中国律师协会 那么为了保护我们的民族产业 所以就组织了全国的 二十几个专家 组成这么一个团队 免费给他打这个官司 然后到 为什么呢 这么难打这个官司 他爹那个时候 曾经打过日本政府 最后人家找一个理由 就给你败诉了 打政府不是好的一个途径 打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人家也很容易脱身 我钱已经赔了 对不对 当时 海商法领域的两位专家 斯玉卓和高宗泽 建议陈家在诉阴上 另辟蹊径 别再继续走老路了 就找到正确的路 对 能这么理解吗 对对对 可以这么说 首先诉阴就非常重要 诉阴选对了 选准了 你这个官司 那么胜诉的可能性就有了 最后决定打这个川东 打租川合同 一打租川合同 就跑到海商法这来 这就是在您的这个领域里 需要你出手了吧 所以这样的话 二十几个专家里面 就我们两个是搞海商法的 第一次开庭 我们去出处地厅 不可能一次就解决问题 这个调定下来以后 具体怎么去打 怎么去实施 那就是后来他们律师的事了 我们就再没介入了 这咱们方向定了 然后他们在正确地做事 那就能够让这事胜利 对 追求公平正义的道路是艰难的 2014年4月23号 这起旷日持久的案件 最终以中微公司 获赔1.9亿元人民币的结果 落下了帷幕 也让更多人知道了 海商法对于中国海运贸易的重要 而对思老来说 更重要的是让中国 能够走向世界的舞台 2002年到2008年 联合国贸法会研究制定了路特单规则 这是迄今为止调文最多 调整范围最广的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 思老应商务部的邀请 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来参加国际会议 那个时候我们主要是在哪些条款上 和哪些国家发生了分歧 他美国他认为他自己有谈判实力 所以他在订合同的时候 他就肯定要强调 说这个案子发生以后 发生纠纷 一定到过美国来管辖 而且还约束 不是我们两个当事方之外的第三人 说穿了实际是一种霸权的一种体现 和我们的管辖的一种理念 和基本原则是完全相背的 所以我们是坚决不能接受 美国这样一个长臂管辖条款 为这个事情 那可是根本利益之争 这是根本利益 所以美国为了让我们能做出妥协 老请我们吃牛排 请客吃饭有用吗 没用那哪有用 管辖权是管辖权 两码事 没有商量的余地 最终在中方明确表态和坚持之下 美国只能做出了让步 在采访中 斯老告诉我 这段经历 也让他深感作为老师的重要 所以在推动我国海事法治建设的同时 他教书育人的步伐从未停止 哦 海大展馆 现在不叫海大展馆了 叫海大航海教育博物馆 斯老师好 斯老师好 校长在哪 校长好 斯老师 也好 也没有太多 有课巴越 请 这边 在海大航海教育博物馆 我们遇到了斯老的学生 今年七月 刚刚履行的大连海事大学的校长 单红军 校长是您的学生 校长是我的博士 我的第一个学生是他的老师 那么带他的是硕士 但是他又直接读了我的博士 所以他又只成了我直接的学生 这个我也什么叫 好理满天下 我硕士一共是我总数有数 116个 这是贝壳吗 这不是贝壳 是扭扣 这种毕业的时候 他把他制服上的第二个扣子 因为这个扣子不是离心脏特别近吗 他把它全部剪下来 做了这么一个海洋大学的校徽 做了那么校徽 也就是意思就是 把心 这个海洋强国海运强国到底具象成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比如说这种船 这个长度可以达到399.99米长 宽度达到62米长 相当于这个四个机场 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加车台自动化程度更高 就硬价上我们确实已经赶超世界最先进的国家 我们有新一代海上通讯设备 叫VDES 通信领域这是卡脖子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它直接就是和你的通信技术有关系 和芯片有关系 这个航空管理 包括它的法律服务 包括它的这个人员 都必须相对的强 才能组合成所谓的航空强国 这样的一种状态 海洋强国的这个蓝图也在前面 您觉得在我们校长这一代 咱能实现这目标吗 能 我所以相信他们一定能完成这个 它不仅仅是因为就是相信他们的能力 更重要是因为这是一个使命 在两人的眼神中 我看到更多的是憧憬和热望 要实现这个蓝色的中国梦 法律必须得跟上 而由于我国的海商法实行已经超过了三十年 有一些条款已经不能够有效地适应航运 和贸易发展的需要 所以极需要进行修改和完善 而这就是现在私老最重要的工作 此时已经八十五岁的他 有着怎样的生活状态 带着这个疑问 我决定去私老家拜访 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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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阿姨好 贵客 贵客 你好 谢谢您带我来 真好啊 好温馨的家呀 你看这个家有个特别能干的女主人 你说对了 这一下来这幅字 这是我老父亲写的 而您把它放在一进门 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得到 这是这个家的家风啊 家风 对 是的 到里边坐吧 到里边坐 好嘞 谢谢 刚才我一进来 我就看您家摆了好多这种 就是一对一对的小玩偶 而且一看是孩子们送的 还是说你们结婚纪念日买的 不是 就是过生日的 七岁生日 就是您过生日送您一份 阿姨过生日再送阿姨一份 不是 我们俩 同一天生日嘛 这可可以 这个太奇妙了 11月3号 怎么过啊 不在家 是吧 他经常有时候出差 我离家的话是常态 在家里是 那时候有点特殊 就特殊了 所以这样的话 他就长期这样 也有点习惯了 现在离家 已经不是私老的常态了 他告诉我 他基本每天都在家里 这让他常常想起 自己小时候的事 1937年11月 思玉卓出生于辽宁邻院 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他的父亲 是家中的长子 一个人要养活家里的 十四口人 这劳动力呢 能挣钱养活家里的人 所以生活是非常困难的 没办法 我老父亲就带着我们这一只 然后就到农村去了 种地 然后还养蜂子 蜂子他也没养过 蜜蜂啊 蜜蜂 他也没养过 一边跟书本学 然后向人家请教 最后蜂子养得还不错 然后我的老叔到承德去念书 他把卖一箱疯子 然后让他给他攒路费 让他去念书 老父亲的话 就是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 干一件事 我一定要把它干成 另外一个体现 就是一种责任感 就一定要把这个家要撑起来 得让大家得吃饱饭 为了能够帮助父亲 分担一些养家的压力 思雨卓在初中毕业之后 自作主张地抱了中专 其实这就是一种责任感 跟你老父亲的责任感 是什么样的 学校 那么老师们都觉得说 这样有点太可惜了 以为我家里不同意 一家房以后 我父亲母亲也说 我们从来没有阻止他念高中 我们就再穷 我们再想办法 也会全力以赴 要供他念高中的 但是对于父亲来说 要有人帮他 他也得多 多能卸点担子 他宁可自己再 哪怕再加重的担子 什么的 他都要赢 父亲的决定 影响了他的一生 57年之后的2013年 斯老和他的兄弟姐妹们 用一场旅行 回馈了被他们奉献了 一生的老父亲 您这本相册 是我第一次见到 竟然 这里面还有特别的说明 这不仅仅 留着当时的车票 还做了备注 这里面竟然把所有的行程 哪天在哪个县 住在哪 空口无凭 照片为正 我一听说 说是94岁老爷子 都当寿星 跟着照相 照相完了以后 马上给洗出来 然后又做纪念 说是 沾喜庆 沾腹气 老爷子也就高兴 是 对 老爷子也是 艰苦后甜 吃了那么多人 生苦 这多甜 台湾执行结束之后 子老还带父亲 去了西安和北京 可是很遗憾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父亲被确诊 为了癌症晚期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 父亲为思雨拙 写下了一幅春华秋诗 但我觉得这也是 老先生就心里 最想跟你们说 最想说 他留在这个时间的心中 他就跟我们说 我也没什么存款 什么东西没有 我留给你什么 就留这个吧 我们说 这是最好的礼物了 对吧 所以从我们这个 儿子辈的八个 全都写了 然后孙子辈的 我儿子 他们这一辈的 也全都写了 那整天就写这个 就是生命最后的一时期 就感觉 谢谢 谢谢 在我看来 四老其实早已经收获了 属于自己的春华秋诗 都说 择一世 中一生 四老在用法制住梦 写春秋 而这 就是他春华秋诗 最好的诸解 一个人做一件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一件事 卫呈的 伊朗 点赞 订阅 明镜 看见我们最美好的约定 星星最懂海的心